无论从那么多场二连杯中选出了三场 到底是有什么阴谋存在呢 而且这三场比赛又代表着什么呢 包括今天有一场哑观杯的比赛 昨天哑观杯的比赛 爱因还是取得了那个近期 虽然败了比赛 但是有一个争议的一个点球 没有进行派吧 然后对方有了个点球 所以爱令一的实力不是说那么差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 横冰随手跟未杀现代中又有什么故事呢 那我们慢慢来讲 首先来带来两场比赛 还是比较精彩的第一场比赛 哑观杯的横冰随手对着未杀现代 在双方首配合的对抗中 未杀现代这边在对主场 又是取得了领先 但是对于横冰随手来说 他跟未杀现代的一个比赛中 他的一个成绩是在对下游的 包括是他在那个主场面对韩国球队的比赛中 其实成绩不太理想 但是横冰随手他在淘汰赛的一个表现 包括他主场哑观中的表现是非常可以的 那么对于这场比赛就有很多的想象空间了 而且这场比赛主任给了一个单向选择 按照目前的一个比赛的一个量性 包括是对于未杀现代来说 如果说这场比赛对吧 就算败了一个他们还有加时点球 还有竞技的机会 那么越是这样情况的出现 越是这样情况的存在 那么我觉得这对于横冰随手来说 看似是有利的 但实际上是不利的 这场比赛我们看个12分钟跟14分钟 我觉得未杀现代在客场还是能够守住的 第二场比赛二连杯的熊本生红对这鸟西上演 对于这场比赛来说两个球队 其实很多次的一个相见 对于他们来说 越是这样的比赛 其实点到握手言和的可能性 我觉得比较大一点 而且这场比赛的一个所有数据点 倾向是这场比赛的一个 目前主流的支持力度给到熊本生猴 那倾向性我觉得是鸟西杀演 但对于这场比赛其实很简单 也很好的一个道理 就是双方握手言和 而且双方也比较喜欢握手言和的一个结果 那比赛看11分钟和22分钟 这两场比赛是个人觉得比较精彩的 之后再带来剩下的两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二连杯的 秋天蓝色闪电对阵 湘南海洋 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湘南海洋的实力应该是 应该是在秋天蓝色闪电之上的 但是一个是二指引一个是二指 不过这场比赛是秋天蓝色闪电这边 他们的话目前的状态也好一点 而湘南海洋这边需要为宝级 需要为那些情况所努力 因此对这场比赛来说 有可能秋天蓝色闪电这边比较好一点 当然也有可能双方在90分钟内握手言和 之后加持点球 然后取得一个晋级名额 之后最后一场比赛 二连杯的群马温泉对着白太阳神 对于这场比赛来说 很多人都觉得 对吧 白太阳神是有机会的 我也是这样觉得 我是白太阳神是有机会 因为群马温泉状态也不太好 现在群马温泉跟之前的群马温泉之间 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那白太阳神这边实力是更上一层了 但是对这场比赛 要么酣畅连移 要么点到为止 那我觉得 如果非要进行一个选择的话 那我点到为止吧 那我觉得 白太阳神其实取得优势的可能性很大 而且双方也没必要 拖到加时 拖到点球 对吧 这场比赛 我们看看12分钟和23分钟 这就今天对这些比赛的一些乖赛指南 如果更多更好玩的事情 我也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 感谢大家的支持